文化大學 字幕志祄 字幕志祄 大家先恕不介紹一下 各位鄉親 各位網路上的朋友 大家好 很快今天 我們可以邀請到 由臺灣屬於日本政代表庫世凱大債 還有他的福林、羅成輝、路師 也很歡迎各位朋友 可以來參加我們驚喜 由臺灣文教基金會所主辦的 《庫世凱和臺灣人動外交資本社》 《庫世凱大債》 《庫世凱大債》是由中央行告書 所有經理出版的 可以說是庫大債包括他對一世函 一直跟他擔領到我們國家的政治政策 擔領外交官 還有一直到現在的一本傳記 當我看完一本社 我個人感覺非常非常感動 在阿比總統之前八年之下 我們在臺灣外交有這麼多重大的突破 這都要感謝我們很多外交人員的努力 但是我想說會親切我們庫大債 這年來為臺灣這麼正式打拚的外交官 應該可以說是空前絕後 因為他身為一位外交官 他可以這樣進鑽地為國家來打拚 我相信他一定是非常愛他的國家 愛他的鼓勇 還有愛臺灣這個土地 所以他會這樣進鑽地 專心專義為臺灣做這麼多事情 從他從臺灣以來完成這麼多 非常了不起的情勢 從這幾年臺灣日本等高 他從臺灣以後就不斷一直提醒 我們國家各自的翁來打拚到日本的自己體責 還有說自2007年 最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臺灣去日本關公 可以完全都不用搶政 這是一件非常 要不起的事情 因為也非常大臺灣人驕傲 自1993年 我們臺灣就已經開放到日本 他們來關公 他們不用搶政 但是我們在那15年後 臺灣這裡可以在日本 讓我們去關公也不用搶政 這中間的過程是非常非常困難 因為中央還有中國 極力的阻擋之下 能夠完成這項任務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不簡單 我們在2000年年 我們的港教 可以讓日本英國可以直接交換 就能夠使用 我們古代財 他自營以來 他對日本人一直強調說 我們臺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我們臺灣請他們不好來反對我們臺灣 他一直一直為我們臺灣為優先的這個理念 所以也在日本幫他們加上他的回應 譬如說在2000年年 我們臺灣第一代去行政公道 臺灣 日本跟美國都非常反對 但是一直跟2000年年 日本就沒有反對了 他最多 他最多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心情 我們可以對日本車來做了解 我看他最頂端 我們其實讓這陌生是個人 還有要等下 也要感謝陸前衛律師 他也是真的為我們臺灣 在日本的民間 做很多很多的法名 所以我們也要感謝他們 看他一本生後 我真知道說 原來做一位外交官 也會說這麼多 為國家做這麼多事情 所以最關鍵的 原來是說 你是不是有人當你自己的國家 就是跟我們找的一樣 什麼叫做臺灣人當的外交 就像我們古代西隊的無聊所動的 因為你們名字是臺灣人民的稅金 所以你們就要以國家的理由 來去做帕省 這也是讓我們的 發交人員 給了一個 真好的國家意識的觀念 我感覺說 他們兩位是 上台卡路的天山 讓他們登記以來 就在日本辛苦幾十年 這個為的就是 希望可以讓他們 有一天 在我們的國家最重要的時候 發揮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最關鍵的時候 來發揮這個作用 最好 最好我在這裡向各位報告 因為我們在進行 我們也有在討厭一會 我們幾天 用一個月的時間 也有在討厭一會 對日本社 做那個讀書心得分享 也就有很好的這個回想 嗯 都不錯 所以 我希望說 我們這本社 能夠一直留團下去 讓我們兄弟 嚇得順順順順順 每一個人都看得到 讓我們兄弟 讓我們的人 讓我們台灣人 知道說 南台灣有一位 這麼年了不起的外交官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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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